诡异的夜晚从一场许谋已久的命案开始 男主朴泰勇是一所大学里的老师 同时还是一家制药公司的老板 所以涵盖了金钱地位和外贸的他不仅是个高富帅 而且还是传说中的别人家老公 但事实上朴泰勇并不快乐 因为他有个家世贤贺但却非常强势的老婆雅妍 而朴泰勇的事业能到今天的地步 也正是多亏了自家老婆的帮助 但这也成为了霸道女总裁雅妍控制她的理由 要知道吃软饭并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是谁都想吃的 所以不论是事业上还是生活上 雅妍都妄图想要掌控朴泰勇的一切 甚至连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领带都得按照她的要求来 因此时间一长 朴泰勇就对这场不对等的婚姻感到十分的压抑 然后作为凤凰男的她 又害怕离婚之后就会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于是她选择用出轨来向雅妍对抗 而出轨对象正是她在大学里的学生秀恩 和家里多多逼人的老婆相比 秀恩不仅年轻漂亮 而且还温柔体贴不找茬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 朴泰勇仿佛找到了初恋般的感觉 就像干柴遇到烈火时不仅会被点燃 甚至还会越少越旺 所以没过多久 秀恩就意外怀孕了 然而两轮还未来得及高兴 他们的麻烦就先来了 毕竟作为原配正妻的雅妍也不是吃素的 随便一查就发现了朴泰勇的不对劲 于是朴泰勇慌了 她知道一旦被雅妍抓住把柄 那她的后半身将胜不如死 于是一个恶毒的计划诞生了 在一个如同往常一样的午后 趁着妻子不注意的时候 朴泰勇悄悄地将自己研制出来的慢性毒药 投到了雅妍的白酒中 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完美犯罪 打个雅妍下的药是慢性毒药 尸检不会被发现 而她也有不在场证明 现在她只需静静等待 之后妻子的资产将会全部落入她的囊中 果然在药物的作用下 妻子很快炼了盒饭 但还没等到她的尸体凉透 意外就发生了 正当朴泰勇兴奋地跑到修恩那里 打算将雅妍去世的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时 警察局却忽然打来电话说 雅妍的尸体竟然不见了 甚至在尸体消失的那天夜里 警察局的气氛还十分诡异 走廊里灯光变得忽明忽暗 保安大叔值班势力的电视开开关关 一切的一切仿佛都在暗示些什么 随后啪的一声 其中一个停放尸体的柜子突然打开了 正当保安大叔打着手电 打算去一探究竟时 却惊悚地发现原本应该躺在柜子里的雅妍 她的尸体却像见鬼一般地出现在电梯前 吓得保安大叔当场就是一阵寒战 正准备打电话报警时 由于手抖 手机直接关进了电梯里 可更诡异的是 下一秒尸体却突然消失不见了 就在保安被吓得惊慌失措之时 一个黑色人影忽然闪现 并且砸晕了她 诡异的夜晚以及雅妍的消失 不仅让朴泰勇觉得头疼不已 也让警察们怀疑她就是杀害妻子的凶手 因此为了撇清嫌疑 朴泰勇只能趁着警察局突然停电的时候 再次去检查雅妍的停尸柜 不料却在里面发现了一个盒子 而盒子里装着的正是自己给雅妍下毒的那个药瓶 这一下朴泰勇彻底慌了 毒药明明已经处理了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来不及多想 他立即把药瓶藏进了自己的口袋 想要销毁证据 然后他这一个大胆的想法 直接被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察局 车证欢队长抓了个现行 惊慌之下朴泰勇只能瞎扯出 这是他们实验室里研制出来的药物 所以作为老板的他 戴在身上也很正常 但车证欢却仍旧不依不饶 甚至还提出了要对这瓶药物进行检验 所以这段时间 朴泰勇也只能留在警察局里 可谁知没过一会儿 就在朴泰勇去上个卫生间的功夫 窗台上居然出现了一张 起义子雅妍的邀请函 上面不仅有他和秀恩的名字 而且还有雅妍的留言 我会在埋葬了我们的秘密的地方等你 正当朴泰勇被吓得惊魂未定的时候 手机里又弹出了雅妍的短信 而里面的内容正是他和秀恩的艳照 这时某种不好的预感突然涌上心头 只见朴泰勇立即拨通了秀恩的电话 可谁知电话里他亲爱的秀恩 似乎也在遭到了什么惊恐的事情 在尖叫了几十分之后 电话就被挂断了 所以这下不仅仅是前院遭殃 就连朴泰勇的后院也开始激活了 在这么一连串的暴击下来 朴泰勇的心理建设也算是彻底被摧毁了 所以冥思苦想后 他得出一个结论 压言没死 而这个狡猾和强大的女人 肯定是发现了两人的奸情 于是想要借用假死的事情来整垮她 顺带收拾了小三 由于担心秀恩的安危 朴泰勇只能恳求车正欢将自己放出去 然后朴泰勇所说的这一切 看在车正欢的人眼里 却成了他脱罪的借口 毕竟亚言死亡后 财产上最大的受益人是他 所以车正欢坚持认为朴泰勇就是凶手 而随着有关亚言的物证越来越多 朴泰勇的心态也越来越崩了 思前想后 他还是决定将自己保养秀恩 还有杀害亚言的事情全盘托出 可如今他却深度怀疑自己的妻子并没有死 而是站在幕后操纵这一切 甚至还有可能会去找秀恩的麻烦 于是他便请求车正欢希望对方能够派人去保护秀恩 然后当车正欢等人拿着朴泰勇给的地址 去到秀恩家里 却发现这个秀恩根本差无此人 朴泰勇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差点就疯了 此时他更加确信是亚言报仇来了 于是他拼命逃离警局 来到那个和妻子约定好的秘密地点 结果看到的并不是死而复生的妻子 而是一脸愤怒的车正欢 原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车正欢刻意安排的 而目的就是为了给自己的未婚妻复仇 原来在多年以前 车正欢也有一个美丽善良的未婚妻 可就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和妹妹深夜祭奠完准备回家的未婚妻 却被一辆几尺好来的轿车给撞倒在地 就连结伴同行的妹妹也被撞到了路边的小树林里 但庆幸的是 躺在树林里的妹妹捡回了一条性命 而躺在血泊中尚未断气的未婚妻 却遭到了残酷的抛尸 多年以后长大成人的妹妹 偶然在某个广告里看到了与当时赵氏车辆一模一样的标志 两人这才知道 原来当年那起车货的凶手正是朴太勇和雅妍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未婚妻的尸体却一直未曾找到 因为雅妍和朴太勇利用关系将这个消息压了下去 所以为了复仇 也为了找到未婚妻的遗骸 两人便开始布局 先是让小姨子利用血纹的身份去接近朴太勇 不要在接近的过程中 小姨子付出了太多太多 紧接着车正欢再开始一步步的引他陆局 随后更是在朴太勇的带领下 车正欢顺利的找到了未婚妻的遗体 然而得知真相的朴太勇却想要趁机逃跑 只是还没开跑 就先被车正欢狠狠的打晕在地 而人们不知道的是 原来雅妍的尸体一直埋在这里 现在车正欢将他连同朴太勇 一起放进了之前未婚妻的埋尸之地 等到警察赶来时 看到的正是朴太勇疯的围在妻子尸体旁的场景 而之前他去化验的药物 也证实了朴太勇就是杀害妻子的凶手 说此朴太勇终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而影片也在此戛然而止 整部电影的故事就源于那场被隐瞒的车祸 而那次的犯罪也让朴太勇夫妇俩 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甚至最后还让朴太勇亲手杀死了雅妍 而他自己也在错乱的假象中 从精神到肉体一步步走向死亡 虽然这对反派夫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但他们的死也不足以抵消多年前的罪孽 因为他们的一时脱罪 给受害者一家造成了一身的阴影 在电影的最后虽然大仇已爆 极品夫妇也死有余辜 但对车正换和妹妹来说 他们失去的那些本该正常的时光 又该由谁来赔偿呢